大家好,我是袁志安 让姐妹们久等了 今天我们来骂安比怀 作为真观众里 为二没有出场的男性角色 安比怀以一己之力 弥合了观众们的分歧 别管你是四环党还是果环党 再或者你是苏四党 在讨厌安比怀这件事情上 大家有绝对的共识 怀啊,扎透了 医生就干了一件事 卖老婆,卖女儿 先是靠老婆卖绣品 给自己捐了一个芝麻大的官 后来靠着女儿安丽荣入宫 当了国杖 掺和了油水最大的草运 再后来运输年更瑶的军粮犯了事 靠着女儿站队皇后官复原职 之后靠着女儿升职得宠 当了知府 然后谨小慎微的贪污了 八十万两白银 接着又靠着女儿还上了龙肘 被免了罪 赐了百两黄金回家养老 还没跟小妾乐了几天 安丽荣下线 她被皇上下令杖杀 别人是坑爹 安丽荣是真的被跌坑 安比怀第一次犯事 皇后趁雪而入 安丽荣错头皇后踏上了不归路 安比怀第二次犯事 安丽荣无奈听从皇后 服用猛药之运 最后皇上的小鸟杀了小小鸟 而且安比怀这司 还宠妾灭妻 给安丽荣的吃穿用度 连换臂都比不上 可为什么安丽荣还拼上一切去救她呢 这可以说是真学的大题了 答这道题 不查点资料是不行的 所以我专门去查阅了 最新的真学研究成果 得出了以下三种解释 第一种是罪臣之女说 是说安丽荣救老爹 是他不想成为罪臣之女 连甄嬛成了罪臣之女 都会被发配甘露寺受人凌辱 甘露寺时期 其贵人侮辱甄嬛时 安丽荣脸上也是不忍 不忍甄嬛 也不忍自己 第二种保护老娘说 是说安丽荣不是救爹 是救娘 安丽荣下线之前就跟甄嬛说过 这么一个宠妾灭气的安比怀 如果因为安丽荣被处罚了 那安妈妈就会更惨 那第三种呢 是易荣巨荣说 是说安丽荣和安比怀 是利益绑定 那就像甄嬛和甄远道 华飞和宁庚瑶 其贵人和瓜尔加 恶敏 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他不可能撇开他爸去攻斗 这三种解释呢 都挺有道理的 但你仔细推敲呢 又觉得没有切中要害 这三种解释都很理中克 理性中立客观 但问题就在于 太理中克了 太理性就忽略了 安丽荣的感情 安丽荣是很敏感的 对不在意的人 他理性的可怕 比如对瓜溜 但对在意的人 他极其感性 比如对甄嬛 比如对安比怀 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 其实又是后宫心理学的一个 最难大题的解答 安丽荣的精神分析 安丽荣选秀一出来 就是摸着并边的海棠说 父亲 母亲 我入选了 这句词其实细想很恐怖 你出高考的考场 第一句就说的是 啊我没有让父母失望 这说明选上秀女出人头地 是安丽荣价值观的绝对C位 就像幻璧给他妈妈烧纸时说的那话 我这个合你合你 才能出人头地 从行为心理学上来讲呢 极度想要出人头地 反面就是极度的自卑 幻璧是 安丽荣也是 而且他们的碑呢 又都来自于他们的母亲 一个女儿最直接的女性榜样 就是她的妈妈 我们换到安妈妈的角度去想呢 为什么安妈妈把眼睛都秀下来 也要去帮安比怀捐个官呢 为什么安妈妈要牺牲自己 让老公出人头地呢 这里头有一个叫 糟糠之妻的爱情神话 老婆供老公考取公民 老公功成名就 善待糟糠之妻 尽管这样的好事 不常发生 啊不对 基本就没有发生过 但负德的PUA实在太强大了 一代代安妈妈 争着要当这个糟糠之妻 一直到现在 我是非常讨厌糟糠之妻这个词的 即便她在礼教里是一个保义词 但请问啊 哪个女人愿意被保奖为糟糠呢 我们看得到这个女人的牺牲 但我们也不能包庇 这个女人的牺牲里啊 有一种自私 安妈妈渴望得到安比怀的爱的回报 她是有牺牲的期待的 就是我牺牲了我自己 是希望你能够反馈给我爱 心理学上讲呢 她这是一种典型的情感寄生关系 她把自己的情感和价值 寄生在了老公身上 不然怎么会被安比怀 吸血吸到秀瞎眼睛的程度呢 这种情感寄生关系是会遗传的 幻璧妈妈遗传给了幻璧 安妈妈遗传给了安丽蓉 这妈妈进宫看甄嬛时 安丽蓉就说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 自己得宠风飞 爸妈可以来宫里看她 还不如等我的恩宠 可以晚凭笔尖时 我母亲 就可以来宫里风风光光看我了 我复读记一下 安丽蓉要风飞 是要爸妈可以来宫里看她 这不还是出人头地给父母看吗 这不还是在参加高考吗 不过和安妈妈不同 安丽蓉的情感寄生对象 不止一个 有好几个 安比怀 安妈妈 还有甄嬛 当安丽蓉豁出去 要爱甄嬛 为她逼死余嬛儿时 她其实就无情地 在对甄嬛有了回报的要求 你也要豁出去来爱我 就像第一次见面 你给我解尾一样 你要是细细看呢 安丽蓉对甄嬛也是这种情感寄生关系 最开始是甄嬛开心 我开心 最后是呢 甄嬛不痛快 我痛快 尽管情感方向变了 但还是寄生啊 安比怀扎嘛 即便是用最最最最最宽容的扎的标准来看 安比怀也是扎的 肯定有没有发现 对于一个女儿来说 爹再扎 她也放不下 扎爹的父爱就像一个影子 她永远摸不着 但永远觉得笼罩在这个影子的下面 她越是碰不到那个影子 就越执着于碰到那个影子 我又要说到那部我很喜欢的日本电影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那个松子啊 从小父亲就爱妹妹多过松子 有一次呢松子扮鬼脸 意外地逗笑了父亲 这之后为了得到父亲的爱 得到父亲的情绪正反馈 松子就一直扮鬼脸 这显然超出了正常的妇女关系 变成了一种讨好 讨好性人格嘛 安丽隆对安比怀呢 也是有很多讨好性人格在身上 讨好性人格希望通过讨好对方 得到对方的爱的反馈 这种人格是把感情量化 可以交易 把爱理解成一种权力从属 于是就有了权力亲情关系 安丽隆在入宫之前 就是民族唱法第一人 而且呢还是苏绣非遗传承人 还懂得各种香料 就是没上过文化课 皇上还吐槽他 安贵人大字不识几个 但唱歌也能让真舒坦 你就说这个安平吧 大字也不识几个 唱个歌 能让你觉得舒坦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安丽隆不识字 却会唱歌会刺绣会调香呢 而且唱歌刺绣调香 还都非常好 我说一点啊 唱歌刺绣调香 是清朝扬州寿马的必修课 而扬州寿马呢 其实就是小妾训练营了 说白了 安比怀从一开始 就是把安丽隆当成妾 在培养的 安丽隆可以如此完美地 扮演黄鲤鸟 百依百顺 婉转温柔 就是因为她打小 就在接受金龙藏娇的教育 有姐妹说 如果安丽隆选秀没选上 或许能过个平淡幸福的一生 太天真了 安小鸟不进宫的话 安比怀也会为了钱 把它卖给别人做妾 然后再用这笔钱 给自己买两个新的小妾 从一开始 安比怀就是这么打算的 所以很多人说 安小鸟的宫斗路是物化 我一直是双手反对 我认为她是在觉醒 至少她最后明确地知道 皇上只是把我当个玩意儿 当一只黄鲤鸟 她从小就被关在一个金丝笼子里 至少到最后 她知道自己被关在笼子里 只是很遗憾 她没得选 在成为皇上的小鸟之前 安丽蓉就已经是安比怀的小鸟了 她和安比怀的妇女关系 其实就是权力化的 安比怀对安丽蓉不是养育 是训养 就让老百姓养鸟儿了 安丽蓉拼上一切去救安比怀 第一层是情感魔士的寄生 她在潜意识里 就把自己的价值 依附在安比怀身上 第二层是妇女关系的权力化 她救父是讨好 她早就已经习惯于像小鸟一样 去讨好她的父亲 但还有第三层 那这一层呢会有些抽象 也会有些残酷 就是父爱的抽象 其实对于安丽蓉来说 安比怀很难说是一个爸爸 他不是具体的 他是抽象的 一个父爱的符号 或者说一个父爱的容器 安丽蓉怎么可能不知道 安比怀在吸他的血呢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安比怀把他当成一个 可以卖高价的玩意儿呢 但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选 他只有这一个跌 父爱啊 缺了就是缺了 这个缺口永远存在 只能父亲来补 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父亲 准确地说 安比怀对安丽蓉来说 是一个异象 他存在 安丽蓉就可以活在 父爱可以填补的幻觉中 他甚至知道这是幻觉 安比怀根本不可能爱他 但在他心里 从小就建构了一套 自我保护的机制 把安比怀这个父爱的容器 当成了父爱 就是爸爸等于父爱 我知道这很难理解 那我再多解释一下 安丽蓉不期待具体的父爱 他不期待父亲能给自己下厨 能给自己送生日礼物 能给自己零花钱 能把自己的手交到 心爱男人的手里 他期待的是抽象的父爱 爸爸存在 胜过一切 爸爸这个角色 已经超越了爸爸这个人 他内心缺的爱 需要爸爸这个投射的对象 这是一种很宗教化的感情 安比怀不是人 我不是在骂他 尽管他真的不是人 我的意思是 安比怀不是具体的某个人 他就是安比怀这个身份符号 这个符号就像家里 供奉了一尊神像 他不会给安丽蓉回应 但安丽蓉每天都要拜一拜 这是病态的心理依恋 近乎对邪教的皈依 直到今天 心理学也没有治疗方案 安丽蓉已经不再需要 具体的父爱了 但他需要一种抽象的父爱标记 来寄托他的感情 他要他所有无法得到 回应的感情 都投射到这个叫 安比怀的人形图腾上去 他才可以自洽 我多次说过 安丽蓉是我认为 近十年来最深刻的女性角色 而且我认为这个角色 有普遍性 她是某种东亚人格 在东亚人人都是安丽蓉 我们身上都有情感寄生关系 把自己的价值 寄生于别人身上 这或许是高考制度下 多年应试教育的副产品 出人头地 替爸妈争光 我们身上也都有亲子权利关系 催婚催生 这些父母的亲子绑架 底层不都是父母不自觉地 把亲子关系 看成权利关系吗 我们身上也有对爱的 抽象图腾化 人类学家相标就有一个观察 中国的年轻人 对自己的生活是不满的 但却对国家的强大 无比有激情 他很不解 你为什么不先考虑自己的生活 而是首先考虑国家的崛起呢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被过度的集体主义教育训化了 我们不需要具体的生活的爱 但执着于一种抽象的宏大的爱 那我要坦白 我其实已经不是在讲《真幻传》了 我是想把《真幻传》当一个口子 撕开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东亚人格 东亚人格会是一个大题目 那今天也只是破个题 下面还会继续再聊一聊 说实在话 东亚人格或许是我们一辈子都在极力去摆脱 但一辈子都被缠绕的一个幽灵吧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如果你觉得原来服做的还不错的话 如果你喜欢真学千金方 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袁山 我们下一期再见